大家好啊,嗓子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跟大家来摆龙门阵了 这段时间我也很急啊,虽然我的频道更新也不算很勤 但是以前也没有试过这么久不更新 可是我这个嗓子也不是因为感冒之类的病引起的 是因为段午假期去踢球在场上叫喊声太大 从而导致的破声,呃,声音的声啊,声音的声 所以只能是多喝水,再吃点润喉糖,等待它的恢复 我们群里面的大哥在得知我嗓子哑了之后 也给我出了一个偏方,叫我喝复炎节 呃,它这里是自打错了 它说的就是那个复炎节,洗洗更健康的那个 听这个广告词也不是能喝的 所以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觉得它是在开车 于是虽然我心存感激,但是还是没有采用它这个偏方 不过经过大量的饮用水,加大量的磕潤喉糖 上次已经到了马马虎虎可以录音的地步 所以我马上来更新这一期,原本该在6月3号 就更新的视频 6月3号呢,我下载了一个PDF 大概看了一下之后呢,脑袋里面就一直回荡着一首歌 我遇成仙,快乐七天 啊,原谅我啊,自己唱主要是为了规避版权 是什么样的一个PDF 让我有了我遇成仙的感觉呢 这就是武协在5月31号公布的武术兵道管理制度 征求意见稿 频道的老订友都知道啊 在过年那一段时间,武协的官方网站曾经停运了两个多月 在恢复运营之后,除了增加一个与武术无关的板块放在首页之外 也是频频的放出各种传统武术的规章、规范 这也给我的频道提供了不少的素材 今年的5月10号,我就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所谓的兵道项目 这个项目是颇具武侠风啊 每一个招式都给他们取了一个非常武侠的名字 比如P叫丽丽华山,次叫仙人点化 没想到过了20多天,武协又公布了一个征求意见稿 兵道项目从武侠风又变成了仙侠风 这倒是挺符合中国网络小说的演变史的 从最先模仿金庸古龙写武侠小说 到后面开创了仙侠小说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兵道项目是如何修仙的吧 这份征求意见稿多达188页 其实是一个文件的汇编 前面这些场地器材的标准 我在5月10号的视频里面已经简单介绍过了 今天的重点是这个段位实施细则 它这个段位的划分 大概是借鉴了围棋的段位划分 分为了棘和段两个部分 棘别这一部分呢分为了十棘 用甲乙丙丁这个天干来命名 最高等级是一级也就是甲阶 最低等级是十级也就是鬼阶 鬼阶嘉宁楼的麻辣流蛙还是挺好吃的 不好意思啊 窜台了 怎么就想到吃去了 到了一级之后再往上就要入段了 这个段位跟围棋是一样的 一段最低九段最高 这个命名就更加仙侠风了 一段叫做隐缘镜 九段叫做天书镜 这个命名呢 实际上是来源于道教 北斗九星的概念 什么是北斗九星呢 根据宋代的张军房编撰的道教典籍 云集七千的记载 北斗九星七线二义 能看见的七颗呢 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北斗七星 就是那个勺 看不见的两颗是帝皇太尊的精神 这看不见的两颗腐星 一颗是在第三星附近 一颗是在第六星下 差不多一寸的位置 这跟大家现在能在网上 所看到的北斗九星的位置 不太一样啊 大家现在能在网上 所搜索到的北斗九星的位置 大多都是这一张 一颗腐星在第六星开阳附近 但是另外一颗B星 却在第七星遥光的附近 那这个B星究竟在什么位置 现在也是有争论的 不过在2019年 荷兰郑州的青台遗址 发现了一个用陶翁 摆列的北斗九星的遗址 这个摆列的方位 就比较贴近于云集七千的说法 这颗B星 更靠近于第三星天机 和第四星天拳 距第七星遥光 还是比较远的 但是不管位置如何吧 这两颗腐星呢 按照序列就是第八星跟第九星 分别叫洞鸣和隐缘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 看不见的才是最高级的 平时都只能看见北斗七星 如果能看到第八星跟第九星 那是大富大贵 上上之相 云集七千里面就记载到 汉朝全城霍光 也就是霍去病的弟弟 他们家有一位卢浦 名叫还居 见到了这两颗星 于是就得以增连六百 这故事当然是假的了 但是从这故事可以看出 这第八星跟第九星的重要程度 又是帝皇太尊的精神 又是看见了惠肘好运 年年益寿 而且九这个树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又是杨树中的至尊 所以中国武邪这个段位 排反 这放古代就是欺君之罪 不是欺骗 是欺负 是欺负皇上梅文化 看不出来你排反了吗 估计是排这个段位的时候 看见有天字 就觉得特别的大 就这么排下去了 排完之后呢 还觉得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 还跑去特警大队 弘扬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都帮写网络犯罪小说的写手们 设计好台词了 以前是写 几个小混伙抽到一起交头结尔 咱们片区的那个条子 拿过全国散打的冠军 咱们隔他远点 现在直接写 咱们片区 有一位天激进的高手 大家小心一点 城市犯罪 秒变城市仙侠 我都怀疑这个段位 是不是梦入神机 帮他们编的 哎 不对 梦入神机编不出这么没文化的段位 这些年社会的情况就是 没文化的 装作有文化 还要去宣传这种装有文化 你搞武术的 去用人家盗门悬术的东西 来做名称 这是在打传舞拥护者的耳光啊 很多传舞的拥护者 都在反对传舞的武侠话 舞蹈话 还跑去跟路人解释 啊 那些什么降龙十八掌啊 是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东西 我们传舞是有实战能力的 我们主要的实战能力就在兵器啊 武鞋转手就给你一个天书镜 你叫人家传舞用户者 怎么去给你解释这个境界啊 怎么才能突破这个境界啊 不过你们不要急 我来帮你们寻找一下突破境界的方法 按照武鞋的规定 突破影元镜需要五百元 突破动名镜需要六百元 突破摇光镜需要七百元 这明显是个等差数列啊 通过公式我们可以算出啊 突破九段天书镜 一共需要八千一百元 花费不到人民币一万元 你就可以成为一位天书镜的高手 但是这种境界的突破 还有年龄的规定 比如你只有三十岁以上 才能突破天权镜 四十岁以上才能突破天基镜 像我这种过了三十四十不到的人 想去突破天基镜 那就属于恶意突破 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啊兵道这个项目 不但规则比较复杂 连段位置也搞得这么复杂 说白了就是一帮没文化 却想装作有文化的人 搞出来的玩意儿 他们还觉得很有文化底蕴 想去到处传播 这种所谓的传统文化 这也是最近的趋势嘛 去古书典籍里面 找几个名词出来 也不管什么意思 直接一套就是有文化了 这帮人也只能这样了 因为他们自己也创造不出什么文化 只能折承出一些 哄小孩的东西出来 整的那段时间 我胡乱的同学特别的担心啊 他生怕有一天 全国人民都对着他们喊 加油臭豆腐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这个嗓子也只能支持我聊这么久了 等再恢复一下 再跟大家来摆龙门阵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 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